这是2009年北京央视大楼火灾的真实影响 当时央视大楼新植北配楼 在元宵节这天被火焰吞没 熊熊大火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也造成了一名消防战士牺牲和六名消防战士受伤的残剧 然而谁能想到 这场大火的元宵竟是一场违规的烟花秀 那么这场火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又有何隐情呢 2009年2月9日 这一天正是我国传统的元宵佳节 而按照当时北京市的规定 这是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最后期限 因而这一天北京的夜空总是被焰火照的通明 而在央视大楼新植门前 也摆放好了700多枚里花蛋 如此大的阵仗 引来了许多行人驻足观看 想亲眼见证央视的烟花盛会 见大量行人的聚集影响了此处的交通 有几名交警前来要求停止燃放烟花 而组织这次烟花燃放的央视新植半主任徐薇 则没有理会交警的劝阻 而是执意要燃放 还对交警说很快就放完了 交警人员无奈 只能回去继续疏通车辆 然而信心满满的徐薇没想到 一场严重的事故即将发生 就在燃放开始之前 烟花燃放师曾指出场地太小 周围狭窄的环境不适合燃放里花蛋 但是为了燃放效果 这个意见并没有人被接受 时间来到晚上八点 徐薇和央视新指办的工作人员及家属来到燃放地点 整个燃放活动即将开始 而随着第一发里花蛋升空 这场烟花秀拉开了帷幕 之后越来越多的群众也聚集在附近 大家都在欣赏这场烟花生活 此时没有注意到 一枚里花蛋在高空爆炸后 散落的火光突然坠入北配楼的一处 擦窗机检修孔内 火势便慢慢升起 自上而下将整个楼层点燃 北配楼很快就变成了一座火楼 接到火灾报警后 北京市政府派遣了600名消防战士前往现场 在了解大楼里仍有个别工作人员的情况后 指挥人员便让张建勇带领十名消防员率先进入大楼寻找被困人员 消防战士们从一层开始灭火 在到达14层时 所有的消防水源都用完了 而此时张建勇发现这一层恰好有被困的工作人员 张建勇认为 在水源用完的情况下 暂时撤退就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他下令所有人向下撤退 而自己则把呼吸设备交给了被困的工作人员 然而整个大楼内浓烟滚滚充斥着各种有毒气体 不佩戴呼吸设备 很快就会面临呼吸困难或者中毒的困境 但是张建勇还是毅然的选择了将生存的希望留给群众 虽然撤出大楼以后 张建勇被立刻送到医院救治 但最终还是因为心肺损伤而殉职 其他的几名消防战士也受了严重的伤 因为当时北京处于隆冬季节 又连续几个月没下过大雨了 干燥的空气助长了火势 使得这场大火一直烧到了10号凌晨2点才被扑灭 而整个央视新植北配楼外墙严重受损 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1.6亿人民币 不过万幸的是 火势没有蔓延到央视主楼和附近的居民楼 也没有造成群众的伤亡 在这场事故发生后 涉案人员全部被公安机关控制 而对这些人的调查也逐渐展开 伤亡人员及家属需要一个交代 普通群众也需要一个交代 这是2009年元宵节央视大楼火灾的真实录像 高达159米的央视北配楼燃烧了整整6个小时 百亿建筑瞬间变火海 直接损失1.6亿元 造成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场 本不该存在的烟花秀 那为什么说这场烟花秀是不该存在的 而事故的发生应该又由谁来负责呢 在央视新植北配楼火灾发生以后 当时的新植办公室主任徐维利克被逮捕 而从他的口中我们了解到了整个事故的来龙去脉 徐维在2009年初的部门会议上提出了举办烟花秀的想法 随后他联系大新恒泰公司的经理沙鹏 让他帮忙策划这场烟花秀 于是沙鹏又联系了刘阳三厢烟花公司的刘发国 而刘发国则设计了燃放大量一类烟花的策划方案 但是根据当时的规定 要燃放一类烟花必须先向北京市政府报备 只有经过政府审批通过之后 还能进行燃放 但是这些人却绕过了报备流程 完全是违规操作 除此之外 央视保卫处也发布了通知 不允许今年在央视大楼附近燃放烟花 但是徐维没有理会这个通告 他认为去年放了烟花 那今年也能放 可以说 徐维等人完全没有遵守相关要求 这场烟花秀是场彻头彻尾的违规活动 不光如此 刘阳三厢烟花公司的资质也存在问题 这家公司并没有烟花运输证 而刘发国想方设法 搞来了前往内蒙古的运输证 又在途中趁机混入了北京 就这样 这批资质不明的烟花 被放到了央视大楼前 当时有相关消防部门曾提醒过徐维 这次烟花秀有火灾风险 但并没有引起重视 然后便引发了这场巨大的事故 由此可见 徐维显然是这场事故的低责任人 然而徐维对自己的错误 却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 在他看来 举办这个烟花秀 就像和朋友吃饭一样 根本不值得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备 也正是这种无所谓的态度 让他目无法界 最终酿成大祸 然而到了法庭上 徐维却态度一转 他将事故的所有责任 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并声称自己的行为 央视的其他领导无关 不过这样的态度 也让不少人怀疑 徐维有急于结案 隐瞒其他犯罪行为的想法 之后监察部门 也开始对徐维的经济活动 进行全面盘查 同时徐维的责任独揽 并没有阻止央视台长 和副台长的免职 而其他案件相关人员 也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而在徐维服刑一段时间后 他的贪腐问题 也被查了出来 几年间 徐维受贿 侵吞他人财产总额 将近500万元 不仅如此 这次烟花秀的烟花 虽然价值百万元 但并不完全合格 是徐维为了捞油水 买的残次品 至于他急于结案 恐怕就是为了掩盖 自己的贪腐问题 不想让相关部门 继续查下去 然而他的阴谋并未得逞 徐维也因此被判有 欺图刑20年 视频中的火灾 发生于2009年2月9日 巨大的火焰 吞噬了整个央视北配楼 造成了上百亿的经济损失 这一切都是燃放烟花引起的 而类似的烟花事故 在我国并不少见 就在2009年央视 北配楼的火灾事故 前一个月 山东围坊前王村 就发生了一起烟花爆炸事故 当时靠近年关 烟花的需求量增大 很多人就想着自制烟花贩卖 而当地的村民林西安 就有了这样的想法 他在村里找了一间 废弃的房子 准备在里面生产烟花 同时 林西安为了节省成本 购置了一批劣质原材料 依靠不知从哪里学到的 烟花制作工艺 开始了非法加工 烟花爆竹的不归路 果不其然 林西安在制作过程中 因操作不当 使得废弃房发生连环爆炸 爆炸还波及了周围的村民 造成13名村民死亡 还有几人受伤 虽然烟花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但是制作起来并不容易 而且也有很高的风险 千万不能尝试非法自制 除了不能自制烟花 随意燃放烟火 也是不可取的 就在2023年的1月1日凌晨 人们齐聚湖北仙桃 汉江大桥 准备在这里燃放烟花 然而大桥下面铺设了电缆 在此处燃放烟花爆竹 是很危险的 但是沉浸在跨年氛围中的民众 已经忘乎所以了 于是有人在大桥起始处的地面 燃起了烟花 没过多久就火星四溅 导致大桥下方瞬间燃烧起来 一时间 汉江大桥火光冲天 而桥下的电缆 也被烧得劈啪作响 幸好消防部门来得及时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除了不能自制烟花 和小心燃放烟花外 烟花的安全储存也很重要 在2022年4月20日 内蒙古通辽的一家烟花公司 就出现了一次事故 当时春节假期已过 烟花销售已进入淡季 很多没有出售的烟花 都被放在仓库中存储 而大批依然一爆品集中保存 就需要工作人员 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烟房出现事故 然而仓库管理的临时工人 却在搬运烟花时 不慎引起爆炸 最终导致这名工人当场死亡 而整个仓库也被火焰吞噬 可见小小的烟花在生产 燃放 储存都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任何时候都要做好防护工作 也正因为如此 我国不少地方 已经严禁燃放烟火炮烛 即使是过年期间也不例外 还因此惹得不少民众 抱怨年味越来越淡 但纵使烟花再怎么绚烂 也只不过是一瞬的美好 要拿这一瞬与生命相比 实在是不值一提 感谢观看